继续关心的是蔡总统之前有特别强调 疫苗我们购买得向原厂接洽 比较有保障 但是呢被前立委批评 说这样子的话是在骗人 详情交给韦佳琪 台湾现在很需要疫苗 不过现在南投县长林明珍就开了第一枪 说只要中央授权 那么他愿意去跟上海复兴来谈BNT的疫苗 只不过呢现在总统就说了 这BNT的疫苗要跟原厂买才有保证 让前民进党立委郭正亮说 这根本是把代理商当傻子了吗 我们最近以来看到的是 前立委郭正亮就说了 如果你当初呢是想要绕过上海复兴来跟原厂洽谈 那其实BNT跟莫德纳 他们其实都并不是一些国际大厂 当初在投资的时候 你应该就可以要投资了 当时你怎么没有超前部署呢 而且不想纳入大中华区的时候 你就应该要投资啊 等到他们现在研发成功了 所以呢现在你们不要来跟代理商谈 这完全是没有知识的一番话 而且就是骗人 他说如果幕僚是这样告诉蔡总统的话 那么这幕僚是大有问题 像是郭正亮说了 如果只有原厂才能品质保证 那么其他这一些国际药品行销 到底他都把他们当什么了 因为你看呢总统呢 其实他讲到了 以采购疫苗三原则 除了呢要攸关国人健康 必须得有保证 要有中央统筹采购之外 其中第二项特别注意到 他就写直接要跟原厂洽购 或者是透过COVAX的平台 所以现在这句话呢 就引发了很多的讨论 也让前民党立委郭正亮 认为这句话声东不合理 加起莫德纳疫苗下午就要抵达台湾了 这算不算是执政党 他们最近做出所谓沉默的反击呢 就在台湾缺疫苗之际 现在莫德纳要来了 不过中央到最后一刻上飞机前 才公布消息 亮底牌亮了这么晚 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也来看到的是这一回疫苗 在路上了 只不过最近蔡政府真的是相当不平静 因为呢 他们面临到了疫情升温 还有这个校正回归 这四个字引发的风风雨雨 甚至是林伟峰的事件 现在都让国民党像是捡到枪 趁势掀起了疫苗之乱 也让蔡政府是整个是挨着打的 但是呢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炮打中央 获得不少民众的青睐 那么现在中央当然想要反击了 现在呢 卫副部长陈时中就宣布了 今天下午莫德纳就要来台湾了 而且他亲自揭露BNT破局的关键 他说呢 这个六月份呢 两百万剂的AZ莫德纳即将会来台湾 再来七八月份 国产疫苗也可能研发成功 那么美国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呢 第一个 尽快取得已经购买的疫苗 再来就是协助研发我们的国产疫苗 希望能够让它快点上线 也可以让更多的民众赶快来施打 而下面这个消息可能会让民众有点担心 也就是彭博报道 说台湾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疫苗施打的速度 可能最快要达到所谓的免疫 至少还要花六年的时间 疫情持续延烧 到底台湾什么时候才可以脱离三级警戒 甚至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呢 外媒彭博就说了 这台湾可能得花上六年的时间 为什么得花上这么久呢 我们就一起带你来看到 因为他们原本在新冠肺炎防疫的任性 台湾呢从原本的第五名掉到了第十五名 而且他们说按照现在的阶段来施打疫苗的话 那么至少需要六年才可以达到 整个台湾群体免疫 甚至比邻近的日本韩国甚至 泰国跟菲律宾的时间都还要常上许多 那么因为有两个原因了 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台湾的疫情升温之外 台湾的接种率真的是相当的低 也造成了这样子的结果 那我们就带你来看到的是 民众党的立委高宏安他就说了 其实呢他是分析大数据的 所以他就认为呢 确诊数持续的上升 而且呢死亡率增加 距离总统说的 预计八月底可能达到多一点的覆盖率 近还有三个月是不是太久了一点 再来PCR大塞车 校正回归现在也越来越远 校正了一个礼拜都还没有校正完 趋势的研判恐怕已经失准了 他就建议了是不是应该开放一些 民间的实验室来帮忙裁剪 也许可以来帮忙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分担解忧 而最后呢就是检验量能跟病床数 现在医护人员的人力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紧缩了 那么应该定期对专责的医护进行快筛跟PCR 他说用这样子高频率低迷性的快筛 也许就能够对这一回的疫情有所帮助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